主席 主席 大家好 請院長 某院長 李宇文好 院長好 早上好多委員都在講人才的流失失衡的問題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聽到 院長對這個問題有正面的解決的方案提出來說明 院長你要不要補充一下 你的宣言裡面講的可以做得到嗎 我覺得應該可以做得到 因為最重要的問題在我們的院室裡面有271人 海外的168人大家都一直在強調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年齡啊 這271位裡面80歲以上的有50人 70歲以上的有80人 所以在整體的我們整個院士裡面的院所裡面 這人才的分配是著重在哪裡 有著整個我們各部會都有退休的機制 我們院士有沒有退休的機制啊 院士報告委員 院士其實不是職位啦 他是一個榮譽就像獎獎 國際獎獎 榮譽要貢獻要付出啊 尤其是現在經濟這麼不好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所對這方面沒有聽到提出有什麼重點的方案來幫忙我們的經濟來復甦的 有經濟所嗎 有啦 經濟所有針對我們國家的經濟還有我們區域的經濟 他是對韓國的經濟大陸的經濟這個政策有沒有提出來的 跟委員報告 你是哪一位 經濟所 經濟所的我現在在問院長 我們是有經濟所齁 那剛才就是經濟所所長彭所長 所以院長我們要聽到的解決的方法沒有嗎 我們的人才這樣流失失衡已經提告為國安的層級了 此時此刻 院長只有在你的宣言裡面說了這幾句話 可以執行嗎 做得到嗎 在眼前經濟這麼迫切需要復甦的時候 我們提供什麼 你如果真的無法回答 那就請經濟所的所長來回答 我想解決這個問題不是短期的啦 經濟的問題人才的問題是長期累積下來的結果嘛 所以經濟所我們也長期有這個人士在對這個問題來研究 來給我們提供更多的方案 所以現在眼前的經濟也不是一天就發生這種情況 經濟所沒有提供方法嗎 邀請所長 報告我們其實我們經濟所 每一個同仁都在他專業領域在政府的部門 專業領域 都有提供這個必要的建源在不管 那我們看到韓國的經濟 我們對我們的國家的競爭力 我們沒有提供什麼特別的方案 產業上的競爭力都沒有提供嗎 我們是在就是在政府各個部門參與的時候都會提供一些建議 但是最終如何採納還是讓政府部門去 所以有採納你們的意見嗎 有些是有 有採納現在經濟還是這個情形 那我想這個就是執行方面可能還有這整個國際環境的一個問題造成 好 所長先請回 院長 在 人才 我們花這麼多錢來培育人才 一直都有271位 這個人數會繼續增加 還是會有 調整三檢的討論 就是院士是吧 是 我剛剛說過院士其實是一種容易 就是學術成就的一個 會再增加嗎 院士 每一次選舉大概兩年一次嘛 那最多是30位 但是 在選擇的時候都會看國家的需要來聘用是不是 不是 看他學術成就 這個跟國家的 學術成就當然要為國所用啊 是不是 對 要與時俱進啊 對 我想國家的需求並不只有院士 當然 可是我們這個工研院 我們就 中研院 中研院我們就必須要儲備 儲備也不是人才 所以你在培育的人才的時候 你也在針對這個方案有提出來 對 對不對 你在 中研院推動 主題研究 主題研究以人才的培育計畫裡面 這麼多年來 你培育的 花了幾億的錢 在明年的 培育 有 根據有還有博士後的研究 制度計畫還有生根計畫 前瞻計畫 預算 明年的預算還要編了六億一千八百多萬 這個不是培育人才嗎 是啊 所以 這個人才的培育有沒有失衡的問題 中研院有責任對不對 對 有責任到現在 不能為國所用來幫忙 我們所有的經濟的復甦 這個 部長 院長 你是不是應該對這個來做調整跟檢討 整個計畫是不是要有方向的改進 對 但是 中央研究院他在 整個人才的培育方面 是著重那個基礎研究的部分 每一個單位都有他的任務嘛 譬如說公園院他的人才是比較接近的 產業跟經濟比較直接關聯 所以 我們看到的 院長你這樣子講 本期是不能接受的 我們根據行政院主計事的公佈在八月份的時候 我們人力資源的調查 過去五年 大學以上的學歷 平均失業率已經高居各個學歷之冠了 尤其是台灣 現在變成一個高學歷就是高失業 這種情形的人才流失 怎麼樣鞏固 我們卻看到 我們 產學的落差 也是非常的嚴重 尤其是 我們 在我們中原院跟國科會啊 現在還變成了一種情形 就是 我們收留博士 成為我們博士收留所的中途之家 我想這個是誤會啦 因為中原院不是學校 所以他不是靠學生來 來進行研究 他靠的就是 博士後 或者說研究助理 來進行研究 那這個當然是配合我們學校的發展 學校培養出來的這個博士 假如能夠再進一步做短期的這個研究 對他將來的就業 競爭力當然是會有提升 我想主要的問題是我們整個高等教育 這個政策可能要好好去檢討 因為學校太多嘛 學校太多 那大家都要培養 需要太多就要有退場機制啊 對對 所以我想比較大的問題是在這裡 那大家追求的都是相同的目標 那培養太多這個相同的人才 不只是這個 還有很多學校的系所 不是我們產業所能夠需要的 所以這個在需求點的時候 我們應該跟產業多溝通 現在的產業需要哪方面的人才 我們來做這方面的專案的 培養我們的人才才是正確的方向 對對 所以說我們看到我們院長 你在三年啊三百億 喔 要培育我們三百位的那個博士 在我們產業界來做加值啊 加值一年 這是國科會的計畫 國科會的計畫 那院長你認為這個計畫 你支持嗎 我是支持啦 我想那個計畫主要是要引導 我們博士後的研究方向 希望他能夠了解到產業的需求 所以他做完博士後之後 必須要進入產業服務 那這樣也能夠提升產業的這個創新的這個能力 所以院長你有那個對媒體有說明說 他們不是說欸 三年三百億提供三百名 一位大概一年就是一千K啦 他們扣掉其他的費用的話 大概剩下七八十萬 七八十萬大概一個月也是六萬多塊 大部分也是現在的行情就是了 所以這個反應呢 我們一直就說失去重點 就是我們要提升我們的整個生技的技術的產能的能量 而不是說要把他們限縮他們的U值 如果我們是人才的話 也不需要到產業去加值這一年 他直接就會被產業所用 早就被聘請走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全方位的來讓我們的人才整個提升 怎麼樣的供需能夠達到一個平衡點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院長是支持這種做法 對不對 那院長我們看到現在大家都在想 各政府機構各方面大家都尊傑尊傑 院長對這個尊傑 讓經濟大家都不敢多多去消費 這種做法你有什麼看法嗎 我想不合理的支出當然要檢討 對我們委員的9A我們也自動刪了 總統的國務局要費也刪了 這樣子的情形是一直在呼籲國人 要勒緊腰帶 要共體時間 那這樣子大家都不敢去消費 消費的情形 越來越衰退的話 那我們經濟怎麼樣去附輸呢 對所以 所以在尊傑方面 譬如說我們專業的預算 用負成長的來編列嘛 負1.5% 那 但是 其實更重要的就是要創造機會 怎麼樣 在這個經濟低迷的時候 譬如說 加強公共建設 增加就業機會 創造新的經濟機會 那 甚至可以從制度 環境跟那個政策面去好好檢討 怎麼樣能夠突破目前的這個困境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比較重要的 那 現在很多 重要的政策的決定的這個過程 可能需要更多元的資訊 甚至在處理不同意見的時候 我也覺得 可能要更坦誠的去面對 更透明的去檢討 所以院長 綜合以上 人才方面的問題的培養跟計劃 就是要有調整的空間 對 適當的來做這個計劃 因為我們的計劃 要跟現在我們的產業跟經濟 能夠一起的來發展才是最重要的 對 我想人才的培養跟那個研發 還有這個經濟的發展 這三個面向要串聯在一起 才有辦法 好的 那院長 還有個問題想請教院長 就是我們中央研究院所主導的 台灣生物資料庫 衛生署已經核准了 但是這個資料庫裡面的研究 可以馬上反映到經濟效益嗎 我想是不會 但是那個對長眼來講意義重大 我想我們已經太慢了 對 因為現在日本在九年前都已經完成了生物資料庫 四年前中國大陸也完成了五十萬人的生物資料 那我們台灣現在完成的部分只有多少 我們還有十二年的路要走啊 十二年的路 對 那希望我們是希望 假如財政 沒有大的問題的話能夠縮短這個時程 這還做得下去嗎 還是要做啊 還是要做的 因為這個對我們這個健康是有相當大的意義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方面的 可以多對各種病理的研究 像我們乳癌肝癌或者肺病 或者一些檢測的治療方法 能夠更進一步的方式來做齁 才能夠來做得更好 在這個檢測的過程當中 我想問的就是說 這些檢體的對象 都是出於自願的嗎 對 都有事先告知也是自願的 對 而且要非常的隱密 這個要尊重個人的隱私權 對這個都有 我們好的地方就是這一些 其實在台灣都已經有規範 因為有一些人權團體 對這方面是非常反對的 所以要小心謹慎來處理 不要像冰島那個基因庫一樣 變成負面的案例的話 這樣子的情形發生 會又造成民怨 會造成更大的反彈 所以中原院對這件事情的話 更要小心的去避免好不好 對這個我們會很小心的 好謝謝院長 謝謝